新闻一开始带您关心最新消息 在新美市的中和 今天凌晨发生了一起斗殴事件 是因为感情纠纷而大打出手 两名前任以及现任的男友 为了一名卢姓女子相约谈判 两派人马一言不合爆发冲突 过程当中有一个人还被刀子划伤 接着双方当街飙车上演追逐战 而中途还撞上了一台车 详细情形连线给记者李玉婷 好的 主播各位观众 透过画面可以看到人行到旁 被撞的轿车车尾凹陷 可想而知当时撞击力道有多大 现场警方也协助拖掉车辆 带您听一段稍早访问 他们双方都有斗 骑摩托车的也有拿球棒出来 再打 然后躺在地上那两个人 就是打受伤的吧 我听到变成声 这些是那种枪声的 那我们开心的 我也听到一个声音的 不然是木棒敲还是什么 发生在新北市中和24号凌晨 一名卢姓女子和前男友 以及现任男友相约谈判 两派人马一言不合 爆发肢体冲突 过程中前男友还拿到划伤 对方人马 造成一人右手臂受伤 接着双方展开街头追逐 前男友和卢姓女子 坐上同台车逃跑 现任男友人马见状 骑车在后面追赶 没想到过程中前男友失控 撞上停等红灯的无辜车辆 车祸也造成前男友和卢姓女子受伤 而附近民众说 当时也有听到叫嚣声 那么警方获报到厂 先协助伤者送医 幸好并没有生命危险 事后总共带回闹事的11人 全安宜公共危险罪 聚众斗殴移送侦办 好的 以上是委员掌握到的讯息 将镜头交还给彭内主播 请不吝点赞